第四个问题 听说临宗人神识的深度 家属要负大半责任 请问神识是什么 神识也会感受喜怒哀乐苦痛吗 看护临宗者应该注意哪些事 这一条问得很重要 神识这是佛学上的名词 中国人这个民间就称他为灵魂 现在外国人也称为灵魂 佛教称神识 所以这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在迷惑的状态称为神识 如果他是觉悟的状态呢 就不称神识 就称为心性 这个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 把神识转变成真性 所以神识他会造业 真性不造业 也就是说 真性上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 就变成神识 那妄想分别执着越严重 他就往下面堕落 释法界里头就是 恶鬼畜生地狱 往下堕落 那带着轻的呢 他就往上身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人在灵敏宗时 所以人在灵敏宗时 家属对着亡者 要给他正面的提示 不能有负面 这负面顺 感情是负面的 所以他在灵敏宗时 你心里很悲痛 难分难舌 那就坏了 肯定他就投胎去了 在六道里面找个身体 念佛就不能往生 真正念佛求往生 这个语言就非常重要 灵敏宗是没有物源的障碍 所以这个灵敏宗关怀 现在一般一生都称为灵敏宗关怀 在佛法禁敏宗里面 叫赤宗须知 就是送往生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 家禽眷属总是有感情的 要割离 他在灵敏宗时 最好不要让他看到 要割离 让这些道友来帮他祝离 怕这个什么 怕他家禽眷属 一看到临终 一下夜 淫泪流下来 一哭了 好了 本来到极乐世界 一哭就把他拉回来了 就去不成 这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这个佛在经上讲 人死了之后 一般八个小时 神时还没有离开身体 没有离开身体 神时他又 他又感觉 他又喜怒哀怒 很容易动感情 一动感情的时候 那个 佛就不会接引 所以这很大的障碍 所以临终不但不能碰他 碰他会他会痛苦 连他这个床铺都不要碰 走的时候总要拘力一点 不要碰他床铺 怕他怕他难过受痛苦 受痛苦他就成灰心 他一不高兴呢 就堕落三五岛 成灰心起来肯定多了 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禁宗由赤宗须知 那是文言文写的 写的比较深 以后又有同修发心 用白话文写 叫赤宗须知 这个是写的比较浅 就是告诉这个宋王僧的人 要注意哪些事情 这很重要